位于北美的加拿大 江与辽阔地形多样 拥有着全世界最长的海岸舰 据说在不少全球移居国家的名单之中 加拿大都曾经屡登榜首 不过在历史上漫长的农业时代 加拿大可不是人类首选的定居地点 对于欧洲殖民开始之前 加拿大境内原住民的人口数量 因为史料的匮乏 所以众说纷纭 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结果 不过即便是最高的估算 也只不过是200万人而已 和加拿大900多万平方公里的 陆地面积相比 确实是微不足道 其实直到今天 加拿大仍然是全世界 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3.4个人 作为一个美洲国家 加拿大的最早居民 那当然就是所谓的印第安人了 不过因为印第安人这个名字 纯粹是出自于早期欧洲探险家们的无知和误解 所以随着印第安人们文明程度的提高 在各自国家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之后 印第安人这个名字也就开始不再被使用了 比如美国国内就称呼印第安人为美洲原住民 而他们在加拿大的名字则是第一民族 不过根据加拿大的法律规定 加拿大的这个第一民族 并不包括世界上知名度很高的美洲原住民 因纽特尔 也就是所谓的艾斯基默人 其实从生物学的角度 把因纽特尔和其他美洲原住民当成是两个民族 这其实是正确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绝大多数美洲原住民的祖先 应该是在距今大约两万年前从亚洲迁徙到美洲的 因为当时由于兵器的影响 白领海下的海平面下降露出了一条连接亚洲和美洲的路桥 就是白领路桥 美洲原住民的祖先们正是通过这座路桥从亚洲迁徙到美洲的 而因纽特人的祖先则是在这一大波移民浪潮 结束了一万多年之后才从亚洲出发来到美洲的 所以我们今天会发现因纽特人的外貌 明显要比其他美洲原住民更加的接近于东亚人的长相 此后美洲的人类与世隔绝的生活了好几万年 直到公元十世纪 他们这种宅生活才被意外的打断了一下 根据冰岛古老的撒加史诗记载 在公元十世纪的时候 在冰岛生活着一个来自挪威的维京人埃里克 大家都叫他红色的埃里克 这个外号在中文里大多被翻译成是红虎子埃里克 不过又翻译成红头发埃里克 红衣服埃里克之类的 甚至是红魔埃里克 传说是在公元981年 中国的宋太宗太平新国六年 辽景宗乾亨三年 埃里克因为犯下了杀人的重罪 所以无法继续在冰岛立足 因此他带着家人和家里的奴隶 离开冰岛朝西北方向扬帆远航 之所以选择西北方向 那是因为在维京人中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 说在冰岛的西北还有一个大陆 果然在冰岛西北 还真的就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岛屿 尽管这里远比冰岛更加的冰岛 但是埃里克为了诱骗更多的移民来到这里 所以他就给了这片冰天雪地的土地 起了一个春意盎然的名色 绿色的土地 音译称中文就是格陵兰 您别说埃里克这点小企量还真有用 之后陆陆续续 大约有数千维京移民来到格陵兰岛 不过这些北欧人并不是第一批 抵达格陵兰岛的人类 在他们之前格陵兰岛上 就已经生活着来自于北美大陆的多尔塞特 后来埃里克的儿子 莱夫·埃里克松 就进行了一次向西方探索的尝试 很快他还真的就发现了几块陆地 莱夫把这几个地方分别命名为 赫鲁兰、马克兰和文兰 根据后来的历史学家考证 赫鲁兰、马克兰和文兰 应该指的就是今天加拿大的巴芬岛 拉布拉多半岛和纽芬兰岛 所以莱夫·埃里克松也被认为是第一个抵达美洲的欧洲人 所以在今天的美国和加拿大 每年的10月9号被称为是莱夫·埃里克松日作为纪念 之后在气候适宜 物产丰富的文兰顺利过冬之后 莱夫满载着大量优质的葡萄木材鲑鱼返回了格林兰 现在史学界普遍认为莱夫过冬的这个地点就是位于今天加拿大纽芬兰岛最北端的兰塞奥斯木草地 这里也因为发现了格林兰之外美洲唯一被证实的维京人聚居地和北美最古老的欧师建筑 而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命路 莱夫的这次远航也成功的激发了越来越多的维京人扬帆西都 莱夫的二弟索尔瓦尔德·埃里克松在两年之后又组织了一次远航 这一次维京人准备的更加充足 他们打算在新发现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永久的定居点 估计是由于这份对于征服的渴望 维京人这一次登场的非常暴力 索尔瓦尔德等人根据莱夫提供的信息顺利的找到了文栏 不过等他们在当年莱夫等人过冬的去点附近登陆的时候 却发现在岸上倒扣着三条独木舟 每条船下还躺着三个人撑在睡觉 于是维京人二话不说冲上前去掀开独木舟就开始打砍打杀 躺在船下睡觉的原住民毫无防备 很快就被砍死了八个人 只剩下一个侥幸逃脱 很快幸存者就带来了大批全副武装的复仇者 双方在海滩上大战一场 维京人人手又是初来乍到 很快就陷入了劣势 索尔瓦尔德被原住民武士一箭射中 受了致命伤 最终就死在了美洲的土地上 索尔瓦尔德死后 他带来的维京人仓皇撤退 上船出海 一路逃回了格林兰 莱夫和索尔瓦尔德的二弟 托尔斯坦恩当时刚刚打婚 听说二哥被人杀死在了文栏 立刻怒火中烧 当即决定带着自己新婚的妻子 郭瑞德以及一批追随者 前去文栏为二哥报仇 结果托尔斯坦恩也是时运不济 他压根就没找着杀死他二哥的仇人 就病死在了去文栏的路上 格林兰的维京人发现新大陆的消息 很快也传到了斯坦迪纳维亚的其他地区 自然就引来了不少跃跃欲世的模仿 比如绰号勇士的冰岛人索尔芬恩 大约是在公元1010年左右 索尔芬恩带领了一支160人的庞大船队 从冰岛出发去寻找传说中的文栏 不过当时的航海技术还不足以支持人类横渡打西洋 哪怕是从冰岛出发也不行 再加上索尔芬恩只知道一些道听图说而来的文栏的大概位置 所以为了修整和补给 也是为了获取更准确的第一手资料 索尔芬恩先来到了格林兰 在这里他可以说是收获颇丰 索尔芬恩不仅成功的说服了莱夫的女儿弗雷迪斯 跟他一起前往文栏 而且还顺利的把弗雷迪斯刚刚手挂的婶婶 也就是托尔斯坦恩的妻子格瑞德搞到了自己的床上 两人洗劫连理之后 格瑞德再一次选择和丈夫一起扬帆西都 这次远航非常顺利 索尔芬恩他们不仅顺利抵达了文栏 而且还在当地有模有样的建立起了一个定居点 不久之后 索尔芬恩和格瑞德的孩子出生 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出生在北美的欧洲人 和崇尚暴力的索尔芬恩截然不同 索尔芬恩希望通过和当地原住民结盟的方式 来巩固维京人在这一地区的殖民活动 所以他热情地要求了当地原住民的酋长 来维京人的定居点参加宴会 宴会上维京人热情地拿出了 他们最珍贵也是最自豪的特色美食 各种各样的乳制品来款待原住民酋长 也是天公不作美 这位原住民酋长估计是有乳糖不耐受的症状 所以在享用了这些乳制品之后 回到部落就开始上吐下泻 病情严重 因此当地的原住民就误认为 这次宴会是维京人的一个阴谋 想要趁机毒死自己的酋长 于是愤怒的原住民决定和维京人开战 这维京海盗虽说一直是以骁勇善战闻名于事 但是再怎么骁勇 一百多维京人是怎么也不可能抵挡了 住成千上万的原住民武士 源源不断的围攻 最终索尔芬恩只好被迫放弃了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定居点 离开文栏返回格陵兰 到死也没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的索尔芬恩 就这样在几年之后抑郁而冲 索尔芬恩死后 虽然格陵兰岛上的维京人 仍然定期前往文栏 砍发木材捕获飞鱼 但是再也没人去尝试过 经历一个持久的定居点 就这样 今天加拿大东北地区和格陵兰岛的联系 就断断续续的 一直持续到了公元15世纪中叶 公元15世纪中叶 随着地球上的小兵器 进入到了史伯洛极小期 全球气温再一次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原本就位于极北之地的格陵兰 当然也不离万 几乎整个格陵兰岛开始 中年被积雪覆盖 巨大的冰盖封堵住了港口 阻碍了格陵兰和冰岛 挪威以及北美的联系 实在无法继续在格陵兰岛上 生存的维京人被迫放弃了这里 移民到了冰岛和挪威 而北美和欧洲之间的联系 也就此一度断绝 不过这种杳无音讯的时间持续的并不是很长 因为很快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就来临了 公元1497年 中国的名孝宗洪志十年 受苦于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的意大利航海家 乔瓦尼·卡伯多探索了加拿大的东海岸 成为了地理大发现时代 第一个抵达加拿大的欧洲人 不过直到1583年 英国人才在纽芬兰岛的东部阿法隆半岛上 建立起了第一个定居点 这里后来就发展成为了 今天加拿大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的首府 圣约翰斯 而与此同时 法国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 也资助了另一位意大利的航海家 乔瓦尼·达·韦拉扎诺 去探索美洲 公元1524年 中国的明世宗家境三年 韦拉扎诺探索了纽芬兰岛 宣布这里是法国领土 之后他又继续南下 成为了第一位抵达哈德逊和河口的欧洲人 然后他宣布这里也是法国领土 并且使用弗朗索瓦登基前的爵位 把这里命名为新昂古莱姆 后来荷兰人开始在这里建立殖民定居地 把这个名字也改成了新阿姆斯特丹 后来荷兰在第二次英河战争中战败 把新阿姆斯特丹勾让给了英国 于是这片土地的名字 又被英国人改成了新约克 用来向国王的弟弟 当时的英国海军大臣约克共权 也就是后来的英王詹姆斯二世之境 这个名字在中文里一般被翻译成是纽约 当然这只是一段题外话 在韦拉扎诺之后 法国探险家雅克卡迪埃 在公元1534年完成了对加拿大东南部圣劳伦斯的探索 宣布这一地区为法国领土 之后在公元1608年 法国人在圣劳伦斯河古地 建立起了欧洲人在北美的第一个正式永久定居点 这里就是今天加拿大魁北克省的首府 魁北克市 其实最初法王弗朗索瓦派遣纯顿远航美洲 只是为了和他的头号死对头身兼西班牙国王 在美洲拥有广阔殖民地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武士 相互竞争 其实殖民北美这件事在当时并不是法国关注的第一重点 特别是亚克卡迪埃远航归来之后 经过鉴定 他带回来的那几大船 所谓的黄金和宝石都只不过是普通的黄铜黄铁和云母 此后法国一度是差点放弃了他在北美的殖民计划 不过只不过是短短几年之后 法国就迅速的改变了想法 开始重新投入人力和物力去扩大他在北美的殖民地 并且雄心壮志的把那里命名为新法兰西 那是因为法国人突然在圣劳伦斯河流域 发现了一种价值连城利润高昂的资源 皮草 准确的说是北美河梨的皮 河梨是现存最大的几种镊齿木动物之一 广泛的分布在从阿拉斯加一直越过大西洋 直到中亚河中地区的很多池塘河流 甚至小溪的沿岸地区 因为河梨总会用树枝木头石块淤泥等等 各种各样的东西在岸边搭建巢穴 并且还会在水中修建堤坝 所以经常会以动物界的工程师这样一个形象 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儿童堵物种 算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物种了 所以在一些文化中 河梨被认为是勤劳的象征 比如今天加拿大的国寿就是美洲河梨 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美洲河梨 它的拉丁语学名其实就是加拿大河梨 早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人就一直在欧洲捕猎河梨 早在古希腊的伊索预言里 就有关于人类捕猎河梨的故事 不过那时候人们捕猎河梨 为的是获取河梨的香腺囊 河梨在它的生殖器附近有两个香腺囊 可以分泌一种白色或者淡黄色的带有强烈气味的分泌物 这就是所谓的河梨香 对于河梨自己来说 这种分泌物本身的功能是用来标记领地 但是对于当地并没有能够产生蛇香的蛇科类动物的欧洲来说 河梨香是欧洲人最主要的动物类香料的来源 作为一种很常见的物种演化现象 由于浩瀚大西洋的阻隔 所以造成的生殖隔离 河梨就分别演化成了欧亚河梨和美洲河梨 这两个亚主 等到欧洲人踏上北美大陆之后 他们突然发现 美洲的河梨不仅比欧洲的体型更大 而且皮毛也更加浓郁 因为河梨的皮毛本身就是给自己保暖用的 所以在位于中尾西风带的欧洲 冬季由于大西洋暖流和来自温暖地区的西南风的共同保护 冬季远没有土纬度的其他地区那么寒冷 所以生活在中俄的河梨皮毛自然就会稀疏一些 而北美地区由于洛基山脉的地形效应 来自寒冷极力的西北风是冬天的主角 所以北美河梨的皮毛自然要更加浓密才行 因为河梨的皮毛是保暖性极好的双层毛 由又粗又长的外层粗毛和细密青巧的内层竹毛共同组成 再加上河梨香的加持 这就使得北美河梨的皮毛成为了欧洲皮草市场上的新种 这就给原本以渔猎为称的北美原住民带来了新的相机 北美的原住民其实也有着悠久的捕猎河梨的转动 只不过他们对于河梨的皮毛并不感兴趣 而是认为食用河梨的尾巴能够起到壮阳的效果 而且河梨肉干也是一种颇受原住民喜爱的美食 另外就是一些原住民部落 有烧烤河梨肩胛骨进行占卜的串通 用法大概类似于中国商代甲骨文的那些硅甲和瘦骨 随着欧洲对于河梨皮毛的需求 被欧洲人的殖民活动传递到了北美大陆 原本只是把河梨当成食物 最多是当成一种春药的北美原住民 突然发现这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河梨皮 那简直是价值连着 有了这些河梨皮 他们就能从白人手里换来 他们以前从来都没见过的各种铁器火器 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物品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 在十六世纪十七世纪的北美 河梨皮就是美洲原住民和欧洲人之间的贸易货币 于是北美的各个原住民族群 纷纷和不同的欧洲殖民者 建立起了围绕着河梨皮贸易的贸易联盟 在当时的北美 实力最强大的本土政治力量 是居住在圣劳伦斯河流域的伊洛奎人 这伊洛奎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部族 而是由荒莫克人 奥奈达人 奥努达家人 卡尤家人 和塞奈卡人 这五个部族 共同组成的一个部落联盟 这五个部族的名色 在伊洛奎语里的意思 分别是大碎石 站立到石头 丘陵 大沼泽和大丘陵 感觉就是用居住地的地形 或者特产来起灭 今天美国的莫赫克和 奥奈达湖和卡尤家湖 就是用这些原住民部族来命名的 伊洛奎联盟早在欧洲 开始向北美殖民之前 就已经形成了 大约是在公元16世纪 奥农达家人 也可能是莫赫克人当中 出现了一位伟大的领袖 海华沙 玩文明的朋友们 应该对这个名字都不莫羞 据说海华沙以自己卓越的口才 说服了其他几个部落的首领 建立起了强大的伊洛奎通盟 而伊洛奎人 占据的圣劳伦斯河流域 水网密布 水汽发达 正是北美河离最主要的栖息地址 所以伊洛奎人很快就和占据了 圣劳伦斯河河口的荷兰人 建立起了稳定的贸易关系 在荷兰人的资助下 用了几千年时髦古剑的伊洛奎猎人们 用他们捕获的荷梨皮 换来了金属的捕兽夹 以及火墙火药 于是伊洛奎人的狩猎效率直线上升 很快 伊洛奎人领地里的荷梨数量 就迅速下降几近秘诀 为了获得更多的荷梨皮 换取更多的欧洲商品 伊洛奎人决定对外扩张 去夺取其他生产荷梨的土地 他们就盯上了领地和伊洛奎 隔着安大略湖相望的 另一个原住民部落联盟 修伦人 也叫做淮安多特人 这就是北美历史上的合理战争 有一种说法认为 伊洛奎这个名字 其实就来自于修伦人 对于伊洛奎人的灭称 意思是黑色的蛇 和伊洛奎人类似 修伦人也是由四五个部族 共同组成的一个部落联盟 修伦人同样是北美 非常强大的一支本土证据力量 他们甚至曾经一度垄断了 北美原住民和欧洲人之间的 批草贸易 甚至还曾经掌握过 批草贸易的定价权 不过随着伊洛奎人和荷兰结盟 特别是因为荷兰人 打破了欧洲人之间 心照不宣的默契 不向美洲原住民出售火器 于是拥有了打链火枪的伊洛奎人 迅速崛起 成为了修伦人致命的威胁 因此在公元1609年 中国的名神宗万历三十七年 修伦人的一位酋长 亲自来到法国殖民地奎贝克 和当地的法国人递接同盟 法国当然对此十分乐意 他们也愿以此来对付伊洛奎人 和他们背后的荷兰人 进而垄断欧美之间的披草贸易 因此修建了 窥贝克城的法国探险家 塞米尔·德·尚普兰 就亲自率领两个法国士兵 还有60个原住民武士 出征伊洛奎人 尚普兰在进入伊洛奎人的领地之后 遭遇到了200名伊洛奎武士的进攻 虽说双方实力悬殊 但是因为尚普兰手下的原住民向导 认出了其中带队的三个伊洛奎酋长 所以尚普兰亲自开枪 击毙了其中的两人 吓得其他伊洛奎人连忙逃散 取得这次胜利之后 尚普兰返回法国 游说法国朝廷 加大对北美殖民地的投入 最终在1612年 法王路易十三正式决定 在北美建立法属殖民地 新法兰西 路易十三的远方堂哥 孔代亲王亨利二世 被任命为新法兰西的总督 当然了 尊贵的孔代亲王 怎么能亲身犯险远渡重阳 去蛮荒烟仗的北美呢 所以殖民地的具体事务 由副总督尚普兰全权负责 回到北美的尚普兰 继续笼络修伦人 他甚至按照当地原住民的习俗 和修伦联盟的大酋长 递接血亲 修伦大酋长把自己的弟弟 送给尚普兰当弟弟 而尚普兰也从自己的部下里 挑选了一个精明强干的法国小伙 送去给修伦大酋长当弟弟 不过除了当人质和联系人之外 尚普兰还给这个部下 赋为了一项更艰巨的任务 学习修伦人的语言和文化 以便更好地笼络修伦人 探索美洲 不过凡是心一粒比生一臂 法国人带给修伦人的除了枪炮 还有兵军 由于欧洲人带来的天花和麻疹 修伦人的人口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 就从两万多人骤降到了一万两千元左右 实力自然是大受打击 公元1649年3月16号 大约一千名伊罗魁武士 突袭了修伦人领地附地的两个村庄 他们杀死了住在村子里的三百多修伦人 和欧洲传交士 把整个村落焚毁一空 这次突袭给修伦人带来了极大的恐慌 他们最终因此放弃了继续对抗一落魁人的打算 干脆自己焚毁了自己所有的村庄 然后作为难民逃到了其他原住民部落 寻求保护 曾经强大一时的修伦联盟就此瓦解 分裂成为了魁北克修伦人 底特律修伦人 俄爱俄伦人 等等许多个不同的分居 不过欧洲各国的殖民者 以及北美原住民的各个部族之间 围绕着皮草贸易的争端 却远还没有结束 公元1664年第二次英河战争结束 英国用位于东南亚的伦岛 从荷兰手里换到他恶手 哈特逊和河口的新阿姆斯特丹 也就是今天美国的纽约 从此之后英国取代荷兰 成为了法国在北美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其实法国对于北美殖民地也算是非常重视 无论是路易十三 还是他那位著名的首相黎塞留 都是不断的对北美的新法兰西进行投资建设 只是效果嘛 相对于南边的英属殖民地 就算不是说毫无进展 至少也可以说是没有变化 新法兰西虽然不断获得来自母国的投资 施政建设不断发展 可是人口一直主要依赖于自然增长 这就跟吸引了大量欧洲移民的英属殖民地 无法相比 此时的法国正处在 震气国家的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统治之下 堪称是法国历史上王权最为鼎盛的时代 那么在一个绝对君主专制的国家 国王陛下的想法 当然是不容置疑的高于一切的存在 所以在法蜀北美 也就是新法兰西 除了发展经济之外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要确保殖民地 对法王陛下的绝对忠诚 因为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 所以和欢迎所有能够为社会 创造价值的移民的英属殖民地 迥然不同 法属殖民地只接受一种移民 那就是坚定信仰 罗马天主教的 法兰西国王陛下忠诚的臣民 因此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 原本起步更早 地盘也更大的法属北美 新法兰西 到了18世纪中叶 只有差不多7万区民 而与此同时 英属13个北美殖民地的总人口 已经达到了160万 是法属殖民地的23倍 可能有很多朋友们都知道 加拿大的哈多逊湾公司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 这家今天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百货公司 曾经是北美最大的特许公司 今天加拿大很多地方政府的架构 其实就是延续自当年哈德逊湾公司的 殖民贸易网络 而更让您感到惊讶的是 这家成立于英国伦敦 总部位于加拿大安大略上的公司 创始人其实是两位法国人 皮埃尔·埃斯普利特·拉迪逊 和梅达德·德斯·格罗塞里埃 这两个人都是法国的皮毛商人 而且俩人还是联金 所以就一块从法国来到北美的新法兰西 收购皮毛贩卖回欧洲 然后在和北美原住民交易的过程中 他们就好几次听原住民提过 从苏比利尔湖往北 有一片风冻之海 那里出产最好的贺利皮 两个人相信 这原住民所说的风冻之海 指的就应该是位于加拿大 东北部的哈德逊湾 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去求见 法国的新法兰西总督 希望获得政府的支持 在哈德逊湾建立一个贸易战 可是这个请求被满足于 垄断圣劳伦斯和流域皮草贸易的 法国殖民政府断然拒绝 然后两个人并不气馁 他们自己自费去北方探索 果然在哈德逊湾附近 发现了更为优质的荷里皮 于是他们就带着 从哈德逊湾获得的优质皮毛 回到新法兰西 希望能够向当局证明 哈德逊湾地区 真的具有贸易潜力 结果等待他们的是 法国殖民当局的拘捕 至于他们从哈德逊湾 获取的所有毛皮 也全都作为 对他们恶意探险的罚款 悉数没收 在遭受到了法兰西铁拳 醍醐灌顶式的痛击之后 对于法兰西祖国 大事所望的拉迪逊和 国罗赛利埃 一言决然的选择 和法国的死对头 英国合作 于是他们来到了 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 寻求支持 很快他们关于哈德逊湾 皮毛的情报 就得到了英国波士顿总督 乔治·卡特莱特的重视 卡特莱特邀请两个人和自己 一起回英国 寻求英国政府的支持 公元1665年 中国的清圣祖康希四年 在卡特莱特的引荐下 拉迪逊和格罗赛利埃 见到了英国海军上将 英国的坎特布雷公爵 神罗的普法尔茨王子 鲁伯特亲王 鲁伯特亲王对于他们所介绍的 哈德逊湾的情况非常感兴趣 当即决定 把他们推荐给自己的表哥 英格兰 苏格兰 爱尔兰国王 查尔斯二世 查尔斯二世也觉得 这是一个反超法国的好机会 于是鲁伯特亲王自己出资 资助拉迪逊和格罗赛利埃 再吃一次哈德逊湾 这次探险同样十分成功 等到纯队带着从哈德逊湾 捕获的优质皮毛返回英国之后 查尔斯二世高兴地宣布 哈德逊湾沿岸 以及所有流入哈德逊湾的 河流的沿岸地区 全部都是英国的殖民地 任命鲁伯特亲王 作为这一地区的总督 同时查尔斯二世 还亲自签署了王氏特许状 授予拉迪逊和格罗赛利埃 成立哈德逊湾公司 在这一地区拥有贸易专营权 并且允许他们在这一地区 代表大布列列政府 行使地方行政权 而这个被称为是鲁伯特王子领地的殖民地 其面积之辽阔 不仅包括了今天加拿大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 甚至一直向南 延伸到了今天美国境内 因此哈德逊湾公司 也一度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地主 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出现 当然会引起法国的警觉和不满 更何况法国早就宣布过 这一地区同样属于新法兰西 是法国领土 所以法国开始排除殖民地的民兵 袭击哈德逊湾公司的贸易战 抓捕受贡于哈德逊湾公司的英国商人 最终在公元1697年 中国的青盛祖康熙36年 两国海军在哈德逊湾 爆发了西半球北极圈内规模最大的一场海战 哈德逊湾海战 法国海军大获全胜 就连哈德逊湾公司最核心的据点 约克工厂也被法军摧毁 英国在北美的殖民扩张 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于是英国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哈布斯堡帝国 和荷兰地界的反法同盟 之后瑞典、巴伐利亚、西班牙、葡萄牙、撒夫伊 还有普鲁士的前身布兰登堡 先后加入 这就是被称为是大同盟的奥格斯堡同盟 之后大同盟和法国之间 先后爆发了大同盟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 从表面上来看 法国貌似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的胜利者 毕竟路易十四成功的把他的宝贝孙子 扶上了西班牙的王位 但其实法国的这点成绩是靠着割让领土才保住的 比如法国在战后放弃了对哈德逊湾公司的 罗伯特王子领地的主权宣称 而且还把纽芬兰、辛斯科舍、阿卡迪亚也全都割让给了英国 并且承认了英国对于易楼奎人的宗主权 这就成为了英法两国在北美殖民竞争中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此后失去了北方大片出海口的新法兰西 就成为了法国手里的一个鸡肋 食之无肉 弃之可惜 所以等到之后七年战争结束之后 法国彻底放弃了在北美大陆上所有的殖民地 昔日也曾经是宣赫一时的新法兰西 以密西西比和韦记 以东各样给了北美大陆新的主人英国 以西则是被转让了从王室角度 也算是法国兄弟之国的西班牙 而继续留在法国手里的只有纽芬兰岛旁边的两座小岛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不过这两座小岛的主权 法国倒是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这也使得这两座小岛成为了欧洲联盟在美洲的一处领土 不过和其他的法国海外省一样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虽然属于欧盟 但并不属于深耕区 也就是说非法国籍的欧盟公民 同样不能随意的在这里定居 或者进行工商业的活动 英国接管了法属北美之后 就立刻颁布了1763年王室宣言 按照英国人的政治需要调整了当地的行政区换 布雷顿岛被并入到了法国之前就已经割让给英国的辛斯克舍 而圣约翰斯岛则成为了一块独立的殖民地 也就是今天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 爱德华王子岛这个名字是后来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继位之后改的 为的是纪念她的父亲 肯特公爵爱德华奥古斯特王子 同时为了安抚主要集中在魁北克的人数众多的法裔居民 英国政府还专门颁布了魁北克法案 承认法语天主教以及法国民法在当地的政治地位 除了这些法裔居民之外 英国还另外收获了另一个不稳定因素 那就是长期以来一直和法国结盟 共同对抗英国和他的伊罗奎盟友的北美原住民 这期中除了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修罗人 还有像阿尔冈昆人 修尼人还有奥基布瓦人等等 这些人同样和英国有着血海深仇 所以为了安抚这些原住民 英国政府在1763年王室宣言中明确表示 禁止欧洲移民在阿巴拉奇亚山溢西定居 禁止私人直接收购原住民的土地 而英国政府做出的这个规定 通常也被认为是导致了之后美国独立战争的诱因之一 再加上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围绕着立法税收等事物的种种冲突 最终在1775年演变成了一场真正的全面性的战争 那就是美国独立战争 这场战争历时八年 最终以英国承认美国独立 英属北美和美国以五大护卫界宣告结束 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时候 在北美13个殖民地中仍然有很多人继续效忠于英国 他们不愿意脱离英国独立 这就是所谓的效忠派 随着独立派的大陆军开始在法国荷兰等国的资助下 获得战场上的优势 效忠派为了避免成为至美英国人 纷纷北上逃往了今天的加拿大 这就是都美国失去了大量的人口 所以美国刚刚独立的时候 经济萧条甚至还一度出现了瘟疫和饥荒 而加拿大则因为大量人口的迁入 开始出现一幅兴旺的景象 不过由于大量英语人口的迁入 这就引发了原本居住在这里的法裔居民的反感 所以英国政府在公元1791年 中国的清高宗乾隆56年 把魁北克殖民地沿着圣劳伦斯河和卧台华河 分成了东北和西南两个部分 位于圣劳伦斯河下游的东北部地区 被称为是下加拿大 以法裔居民为主 这也就是今天加拿大的魁北克首 而相应的位于圣劳伦斯河上游的西南部地区 被称为是上加拿大 居民大多是从美国逃亡而来的 说英语的效忠派 这也就是今天加拿大的安大略首 美国在独立之后并不满足 而是很快就盯上了五湖之阁的英属北美 也就是加拿大 公元1812年中国的清人宗嘉庆17年 美国趁着英国在欧洲陷入拿破仑战争的泥潭之中的机会 借口英国武装境内的原住民 威胁了美国的安全 还有就是有几个被英国殖民政府逮捕的英国逃兵 虽然他们出生在英国 但是早就规划成美国公民了 然后美国就打着把英国殖民势力彻底逐出美洲的旗号 对英属北美发起了一场特别军事行动 希望能够和加拿大实现共荣共存 居然俘虏了三艘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 大吃一惊的英国立刻从本土紧急调派主力舰前往北美 很快英国皇家海军在北美的兵力就达到了97艘军舰 这其中包括了11艘战略舰和34艘护卫舰 而当时整个美国海军一共就只有22艘护卫舰 所以英国皇家海军顺利的掌握了制海权 之后英国陆军从马里兰登陆 轻而易举的攻占了美国首都华盛顿 烧毁了白宫和国会大厦 不过因为随后出现的龙卷风迫使英军撤离 因此美军在神风的帮助下 还是在26个小时之后收复了首都 美国在发起一场特别军事行动的时候 一厢情愿的以为 曾经和自己一样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加拿大人 一定会把自己作为是解放者 家导婚姻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当时的加拿大居民基本上是由三个族群共同构成 北美原住民 法裔加拿大人和英裔加拿大人 因为美国独立之后 英国政府的1763年王室宣言 自然就再也不能约束他们了 所以大批美国人开始越过阿巴拉西亚山 继续向西进行殖民扩张 这就严重的损害了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原住民的利益 而生活在北美的法语居民 他们可以说是新法兰西在北美最后的遗存 对于法语居民而言 在哪个英语国家里当个少数民族 这都没有什么分别 和早已经立法确认保护魁北克自治地位 保护法语文化和法国法律宗教和打英帝国相比 南方的这些洋鸡们实在是毫无吸引力 至于说那些生活在加拿大的英语居民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 原本就是生活在如今被称为是美国的这片土地上的 36年前正是为了逃避这些无父无君的叛乱分子 他们才会背井离乡来到加拿大 因此美国的这次特别军事行动 并没能实现美利坚的朝朝天命 恰恰相反 在美国武力威胁的面前 和美国或是有着利益冲突 或是有着文化差异 或是有着政治矛盾的这些身份迥异的加拿大人 开始共同团结了起来 事实证明 加拿大并不是美国历史文化和精神空间 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未来的加拿大确实成为了美国的战友 但是在1812年 加拿大并不是美国的朋友 1812年战争可以说成为了 加拿大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发断 战后得益于加拿大民族认同的增强 也是因为大量来自于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移民 为了逃离爱尔兰的饥荒和苏格兰的圈地运动 先后涌入加拿大 带来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增长 加拿大民众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 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诉求 他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责任内阁式的政府 取代如今的殖民地统治模式 然而英国政府对于加拿大人的这一诉求 却质若网闻 英国的首席大法官甚至公开表示 君主有权利合法地要求臣民 服从他的权威 那些喜欢共和制的人可以离开加拿大 移民国外 反正甭管是太平洋 大西洋 北冰洋 还是五大湖 都没有加杠 英国政府的这种态度 使得加拿大国内温和的改革派 也开始变得激进了起来 最终导致了1837年叛乱 英国政府在平息了这场大起义之后 也只得殷势力导 开始在加拿大进行政治改革 在1849年建立起了代表整个英属北美的 责任内阁之政府 之后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讨价还价利益平衡之后 公元1867年7月1号 英属北美直线会议通过了1867年宪法法令 安大略 魁北克 新布伦瑞克 新斯克舍 以及包括了鲁伯特王子领地在内的西北地区 共同组建了隶属于英联邦的加拿大自治领 几年之后 布列丁哥伦比亚省和爱德华王子党 先后加入加拿大 不过加拿大政府成立之后 新政府过分的偏袒 被他们认为是自己人的英裔新教徒 忽视了其他民族的利益 因此导致了欧洲移民和北美原住民 混血形成的梅蒂人 发动起义 这就是加拿大历史上的红河叛乱 红河叛乱的结果是 梅蒂人占多数的曼尼托巴省 脱离西北地区 成为了加拿大的一个独立省份 之后随着不断有新的欧洲移民西进 艾伯塔省和萨斯克彻温省 也先后脱离西北地区 成为了独立省份 此后作为英联邦的重要成员 加拿大先后跟随英国 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 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加拿大为盟国各国制造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也推动了加拿大经济的发展 而等到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加拿大竟然意外的成为了冷战爆发的诱因之一 1945年9月5号 就在先后波及了61个国家 总共造成了超过7000万人死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才最终彻底落下帷幕的第三天 就在这天晚上 在加拿大的首都沃泰华 一位年轻男子 走出了苏联驻加拿大使馆的大门 他竭尽全力的掩盖着内心的紧张和焦虑 故作镇静的像网枪一样 和在使馆院内巡逻的苏联警卫道别 在走出使馆大门的那一刻 他紧握着黑色公文包的右手 还是无法抑制的颤抖了起来 不过好在并没有人注意到 这位年轻男子 名叫伊格尔·希尔开耶维奇古琴科 从表面上来看 他只不过是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馆的 一个普通报务员 但其实他真正效力的上级 并不是苏联外交部 而是苏联总参谋部情报局 也就是和克格伯齐名的格鲁乌 现在在古琴科手里的 那个黑色公文包里 装着的就是格鲁乌的密码本 还有古琴科精挑细选筛选出来的 109份绝密情报 这些绝密情报 不仅包括了苏联在欧美国家 建立秘密情报网的详细计划和信息 而且甚至还包括了苏联刺探 美国核计划的内容 至于古琴科如今的目的地 则是加拿大皇家骑警队 您没猜错 他这是打算盘逃了 古琴科行色匆匆来到加拿大皇家骑警队 可是接待他的警官 并不相信他的情报 天真的加拿大警长对于共同抵抗了轴心国的苏联盟友 充满了信任 于是古琴科只好寄希望于媒体的力量 于是他又来到了当地最大的报社 沃泰华时报 可是沃泰华时报的夜报编辑 对于古琴科的故事同样毫无兴趣 不过这位编辑倒是给古琴科指了条出路 去加拿大联邦内政部试试看 等到了加拿大内政部 古琴科更失望了 这个全加拿大的最高司法机关 竟然连个职业班的都没有 这一刻古琴科真的感受到了深刻的恐惧 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叛逃会面临这样一个局面 万般无态之下 他只好回到自己的公寓 幸亏是早有准备 古琴科和他的家人一起 从邻居家的钥匙孔里看到了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粗暴的撬开他家的房门 已经发现机密资料失窃的苏联大使馆 很快就排查出了古琴科是最有嫌疑的叛逃人员 不过他们在已经人区镂空的古琴科家里一无所获 只好在加拿大警察赶来的时候 兴兴离去 他们没想到的是 正是这样大张旗鼓的搜查 反而帮助了原本都已经陷入绝境的古琴科 第二天 再次来到加拿大内障部的古琴科 受到了加拿大官员认真的接待 加拿大人终于相信了古琴科手中的情报 根据古琴科提供的情报 加拿大警察迅速出动 逮捕了39名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加拿大人 其中的18个人在之后的审判中被判定有罪 这其中就包括了加拿大国会中唯一一名加拿大共产党党籍的国会议员 当时的加拿大总理威廉金在他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说古琴科事件就像是在所有的一切之上当头扔下了一颗炸弹 因为古琴科提供的情报并不仅限于加拿大 而是揭露出了苏联在诸多西方国家构建出的巨大的情报网络 于是加拿大内政部很快就向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五处通报了相关情况 大批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的情报人员被英美反间谍机关顺藤摸刮的逮捕 这其中就包括了先后参加了英美两国核武器研发计划的德裔英国科学家 克劳斯福科 苏联在西方国家建立庞大而隐秘的情报网的曝光 引起了西方国家民众对于苏联深刻的疑虑和优据 冷战的民心民意开始形成 1946年3月5号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应美国总统哈利杜鲁文的邀请访问美国 在美国密苏里州福尔敦城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一篇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讲 丘吉尔在演讲中说道 一条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 这次演讲通常都被认为是冷战开始的要局 1949年纽芬兰和拉布拉多加入加拿大 加拿大今天的版图至此完全形成 战后的加拿大经济飞速发展 这也推动了加拿大民族认同的发展和巩固 1965年 加拿大使用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枫叶旗 取达了一直使用的带有英国国旗的红转旗 这也被认为是加拿大民族认同形成的一个标志性事情 1982年 兼任加拿大女王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签署1982年宪法法令 正式确立了加拿大完全独立自主的独立国家地位 1961年宪法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